花蓮市寸土寸金除了公有设立的公园之外 很难可以看到民众会独自营造出一片绿色环境 而在中华路上的明捷自行车店业者林青次 他除了自掏腰包在私有地上打造开放式休闲空间 还请来大师设计区域绿美化工程 提供给路过民众一个休息的中继站 花蓮市中华路上的明捷自行车店外头有一小块的绿地 里头还摆放着石桌椅提供给路过的民众可以稍作休息 这么优美的环境全都是老板林青次自掏腰包打造而成 为了感谢林老板对华蓮市的绿美化做出贡献 市长威佳贤也特别到场颁证感谢状 可以看到我们从南往北的一个出入重要的要道里面 中华路一进到花蓮市区就可以看到这样子不一样的一个街景 那再次要感谢林老板特别请了大师来做一个异象的一个造景 那这次花蓮市公司也特别特别的感谢他 那花了不少的心力跟费用来把它整理出来 其实也非常适合所有全家大小来这边拍照驻足 那也谢谢我们林老板赚了钱之后也回馈社会 那带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个环境营造的氛围 业者将店面外的私有空间打造绿美化景观 为花蓮市的城市美学加分不少 而市长威佳贤也表示 未来会清查市区闲置空间 与地主协商在土地尚未开发前 能以城市美学的角度配合花蓮市推展城市景观绿美化政策 让花蓮市更加美丽 居住环境更加优质 记者徐丽晴 花蓮市报导